第164集 言如玉 仙字无瑕 眸子如水 扫过那些被围困的妖族修饰 红唇轻起 对不起 言下 无心在为我都推杀了 你自己退走吧 妖族中墙 全都大声喝口 场面多少有些悲壮 他们知道 今日难逃一死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冲向四方 杀向姬家的修士 疯狂反扑 想要为言如玉 破开一条血路 言如玉 扫过每一个人 什么也没有说 化成一道红光 冲向天际 开始突围 可是 姬浩玉 与三名超然的老者 早已锁定了他 如影随形 根本不想放过他 这是一场血腥的杀戮 妖族修士不断的坠落下天空 几乎全部战死 言如玉 风驰电掣 长虹破空 但始终无法摆脱身后的 姬浩玉 至于那三名老人 皆是姬浩玉的守护者 紧紧相随 虽然暂时不会出手 但却有无与伦比的威慑力 此刻 叶凡已在数百里之外 他被几名老玉保护着 安然无恙地冲出了重围 他心中难以平静 海上生名誉 苦海重金莲 相继现实 实在具有鬼神莫测之威 现在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要变强 将荒谷圣体修成 至于那面古镜 还有妖帝圣兵 同样给他冲击不小 按照几名老玉所说 那两人不过发出 圣兵一城的力量而已 威力便已浩大如斯 不得不让人惊惧 我真的很奇怪 你们为何守护一个人族少年 纵然突围 也没有丢下他 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 如大猪小猪落玉盘 就在前方 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带着几名老者拦住了去路 这名少女 身穿紫衣 有一种贵不可言的气质 但当她露出笑颜时 却是另一种风情 眼波流转 顾盼生辉 左脸颊 有一个小酒窝 看起来非常的动人 与俏皮 妖族的几名老玉 皱起了眉头 姬皓月身穿紫衣 而这名少女 亦是紫衣飘飘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起 紫衣少女极其美丽 眼睛很大 睫毛很长 带着一股灵气 看起来非常的活泼 与俏皮 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 将那个少年给我拿下 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紫衣少女 嘻嘻地笑着 左脸颊上的小酒窝 再次样出 一双大眼 顿时眯成了月牙状 那几名老者面无表情 在虚空中迈步 如几座大山压了过来 让人喘不过气来 妖族的四名老玉 杀出重围后 早已精疲力竭 浑身是伤 对面的七位老者 本就不弱于他们 这一战 如果进行到最后 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不需要下杀手 拿下他们就好 那名紫衣少女 笑嘻嘻 在旁传音 发肆轻舞 紫衣飘动 似是一个精灵 妖族的几名老玉叹息 他们知道 根本没有一丝胜算 战斗下去 唯有一死 无法改变什么 几个人都经历过大风大浪 并不死板 若是战死在这里 没有任何意义 最终他们选择突围 四人全都是雨敌俱灭的手段 非常的刚烈 宁死不屈 鲜血蹦践 燃烧生命力 终于杀了出去 但却将叶凡丢在了这里 七名老人就要追杀 但却被紫衣少女阻止了 她皱了皱秀气的穷鼻 算了 我不想看到流血 我们原本就不是为战而来 让其他人去对付吧 说到这里 她亲自上前 围绕叶凡转了一圈上下打量 你 是什么人哪 身为一个人足修士 为何与那些大妖在一起 叶凡很镇静 上前表示感谢 多谢几位相救 我本一届散修 侮辱妖族洞天 不幸被掳 幸亏你等出手 撒谎 紫衣少女拢了拢秀发 燕然一笑 斜瞟了她一眼 你与那些妖族明显就是同伙 居然敢这样骗我 不说实话 我有的是手段收拾你 说起来话长 我也是没有办法 事情是这样的 叶凡满口呼舟 他不可能将妖帝之心说出 那样的话 恐怕现场几人 会立刻抛开她的苦海 夺取圣心 紫衣少女走上前来 捏住叶凡一边的脸颊 不怀好意地笑道 小弟弟 你真顽皮 再不说实话 别怪姐姐不客气哦 这个少女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 而叶凡的十几年龄呢 早已超过二十岁 这种称呼让她感觉很无言 怎么不说话了 少女 左脸夹上的小酒窝现出 眼中闪过会霞的光芒 她捏着叶凡的脸 我这个人其实很善良 你就是不说真话 我也不会杀你 最多在你的左脸 可以只小乌龟 在你的右脸 可以只小蛤蟆 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叶凡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思索脱身的办法 必须要尽快逃离 她苦海中的秘密太多了 若是落入姬家手中 多半会泄露出来 远空 金莲朵朵 锐财万道 一条曼妙的仙区 化成一道流光充值 正是颜如玉 见到眼前这一幕后 她直接挥手 金色的莲花在场中绽放 七名老者刹那间 行神俱灭 可是 紫衣少女并没有陨落 她虽然嘴角一斜 倒飞而去 但是通体有晶莹光泽闪现 抵住了金莲 严如玉再次出手 苦海中金莲 异象分成 天空中传来阵阵的新香 赤裂的金光将下方淹没了 严如玉回头望来 对叶凡传音 我被人追杀 你与我同行 将求死一生 只能靠你自己了 说完 她冲向远方 消失在天际尽头 虽为妖族大帝的后裔 但万载岁月过去了 今非昔比 他们这一脉早已没落 眼下如果能够逃走 她只能去投靠妖族大能了 下方 那条被阵裂的大峡谷中 点点光滑闪现 紫衣少女竟然未死 挣扎了出来 那个完美无瑕的妖女 太可怕了 她灰头土脸 不断磕血 唯有一双大眼 还算灵动 身躯摇摇晃晃 在乱石堆减 艰难的战旗 叶凡深深知晓 言如语的强大 鸡家的那些老一辈的强者 都难挡其金莲一击 而这个少女 居然硬扛了下来 并没有死去 这让她非常吃惊 远处 有神石波动传来 叶凡一惊 这定然是超级强者 恐怕是追杀 言如语的修士道了 正在远山搜索 她急忙躲入 下方的峡谷中 紫衣少女一惊 你要干什么 叶凡隔着很远便出手 祭出自己的顶 朝那名少女 压落而去 紫衣少女奋力挣扎 奈何她身受重伤 站在那里都成问题 摇摇晃晃 能在枯海重金莲 这种异象下活下来 已经算是一个奇迹 她根本挡不住 那降落而下的顶 你 快停手 紫衣少女又气又惊 那尊顶孤朴无比 放大到五米高 压落而下 重于万军 将紫衣少女 镇压在下 无法动弹 叶凡快速上前 不断出手 一道道神华射出 不仅将紫衣少女的 苦海封印 还将其身体禁锢 免得发生意外 你想做什么 紫衣少女 大眼眨动 并不慌乱 侧头看着她 麻烦你 护送我出去 叶凡知道 妖族朱强 护她突围时 肯定落在了 鸡家人眼中 若是被发现了 很难逃脱 这个少女身份不一般 抓在手中 说不定会成为护身符 忽然 叶凡听闻到 大峡谷下 有水流声传来 她神识强大无比 眉心的金色小湖 画出一道金光 射向了黑暗的大裂缝 地下有暗河 叶凡转身提起少女 向着黑暗的大裂缝中 跳去 喂喂喂 我怕黑 我要跳啊 我可以保证 七家的人不会对你出手 你快点上去 紫衣少女有些慌乱 若是被人这样掳走 难保不会发生意外 我习惯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想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手里 叶凡平静地回应 眼下还不需要你这张护身符发挥作用 不得不说 叶凡的神识极其强大 强到了害人听闻的地步 眉心的金色小狐如一只树眼 灿灿生辉 黑暗的大裂缝在他眼中亮如白昼 一切都可被感知到 足足坠落下去四五百米 才接近地下暗河 水流湍急 冰冷刺骨 不知道流向何方